这没平安 今天我们起来思想 忍耐与忍受有什么差别呢 忍耐将带给我们什么祝福呢 雅各书第五章 让我们看见忍耐的重要 忍耐与忍受不同 忍耐带来希望 许多说忍受是没有明天 是绝望 忍耐带来生命 在最没有指望的地方 因着忍耐带来生命的大能 忍耐其妙 而忍耐在四个部分 我们要学习 第一个 我们在祷告上学习忍耐 即便短时间看 神似乎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但我们继续坚持 祷告的时候 要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神经常告诉我们 一言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彼此任最互相代求 让我们得着一指 第二 我们在传扬福音上 要学习忍耐 使迷路的罪人转回 救人灵魂不死 就遮盖许多的罪 第三个 我们要学习 在言语上面 学习忍耐 不要埋怨 不要启示 说诚实话 最后 我们要如同农夫 等待出产 得着了春雨秋雨之福 我们相信在上帝的时间 神要使一切成为美好 这一章的要节 在第十六节 所以你们要 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一致 一言祈祷 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是的 在这素食的时代 愿上帝把那专心 等候他 忍耐 得胜的点给我们 我们来祷告 可以救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 在祷告上忍耐 传福音上忍耐 言语忍耐 等候主带来希望跟盼望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而得圣奉耶稣的名 阿们